用玉石复刻洛亚耳是一种什么体验 上一集做的洛亚耳还没开始就挂在草上 一定是因为太激动了 我根本就不服 这次我们一次性多做几个 先做个亮片 这个亮片的造型 我用的是一片莲花瓣的造型 寓意着连年有余 给自己来个好照头 这个亮片的造型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线条做的 稍微流畅一点就可以了 稍微调整一下细节 给大家展示一下 OK 没有问题 我们就可以打眼了 这个亮片不是最主要的 我们抓紧时间重新做一个洛亚耳 这个红色的我打算用虎晶石给它做眼睛 效果上可能会更好一点 雕刻过程之前 那个白的已经展示过一次了 大家应该不建议再多看一次 因为这么简单的步骤 多看两遍 你也能学会的 这个批打的差不多了 我们要做一个特殊的步骤 用记号笔给它改一个色 这样更方便画线 让画的线会更清楚一点 我看评论区好多人给我评论说包挂底的 我觉得上一次我也是没考虑清楚的 有点太激动了 做好了直接拿着就去掉了 这次我们要吸取上次失败的经验 做好了先尝试一下 OK这个红色的大型也做的差不多了 我们稍微画一下 把它身上的纹理也雕刻出来 OK纹理雕刻出来了 我们开始给它做眼睛 我们利用的就是虎晶石的这个猫眼效果 但是鱼好像并没有树铜 但是我们不在乎这些 磨好了装上尝试一下 怎么样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都准备好了 我们就可以准备喷沙了 OK喷好了可以开始组装了 装好了给大家展示一下 虽然这个也很漂亮 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个白色的丢了很遗憾 所以我打算再重新做两个白色的 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很奇怪 有的时候你非得把它弄丢了才能想起来怀念它 两个新的鱼儿可能和之前的造型上稍微会有一些差别 包括整体的弧度和身上的纹理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同一块料子为什么磨出来颜色感觉差很多 这个造型已经做了很多次了 具体加工的过程就不过多展示了 先设计了一下身上的纹理 我们把它身上的槽踢出来 给大家展示一下 没有问题就可以给它镶眼睛了 这就是镶好的样子 大家更喜欢哪一款 是白色还是红色 装上鱼钩我们再展示一下 大家更喜欢哪一款 可以把它打在评论区 我们讨论一下 这样是不是就有鱼儿的感觉了 装个柱头器牵在水池里尝试一下 现成的柱头器福利不够 我们还得自己做一个 幸亏尝试了一下 不然这次又白给了 OK 自己做的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我们把之前的这个柠檬线换掉 线换好了 时间上有点来不及了 我们下期再去钓鱼